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搭配 揉出弹Q的口感 不管是哪一种吃法 都是满口的甜蜜 情人果啊 遇上了猴头菇 出乎意料的配合 给你意想不到的味觉冲击 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 都难不倒爱玉师姐 我们就跟着她一起创造 新奇有趣的料理吧 现代新素派 健康对咱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你一看到她的名字 就会想到很好吃的一种甜品 就叫做爱玉 她就叫做爱玉师姐 你好 外生师姐好 大家好 好可爱 我发觉我们那季隆的师姐 每一个都好可爱 真的人家小时候 你在学校应该同学都会讲说 爱玉冰 爱玉拿一碗 可是我有一次去给医生看 那医生叫我恶玉 恶玉 好 那个恶玉是日本话 那我不是 我听半天听没有 后来想好像是在教我 那我就问医生说 你在教我吗 他笑笑 对对对 好可爱喔 所以说你今天要教我们做爱玉冰吗 水果园 水果园喔 对对对 这个很好玩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水果园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喔 水果园 材料有地瓜粉半斤 凤梨果汁500cc 煮好的花豆 芋头 雪莲 砂糖 桂花酱 花生粉 我们目前也没有看到什么水果啊 倒是有看到那一碗 是什么 凤梨 凤梨 那这个是地瓜粉嘛 对对对 所以说 人家是 蚂蚓啊 地瓜蚓啊 对吗 你这就是叫做 水果园 对对对 有水果口味的地瓜园 对 很特别耶 好 那这一个就是地瓜粉 这个半斤 半斤 好 我们先学那个分量 一定要有分量 这个半斤 好 你的鳳梨汁怎么那么浓哦 我用擦很多水 对 我就加到这个 那个滚水里面 让它滚 让它滚 对 让它滚 要开火吗 有 你开大一点好不好 好 也不要太大 可是它很浓哦 对对对 所以怕会烧焦 对对对 开小火可以吗 对对对 那个可是要给它滚 一定要滚 一定要滚 烫这个粉 烫这个粉 这里可以 再煮 再Q 所以说大家要记得 这个诀窍就是在于 它那个水要滚的 好 那请问 除了凤梨 还可以用什么果汁 这个像这个是火龙果 对 那这个是百香果 你闻闻看 有没有百香果的味道 我来闻 好香哦 真的耶 可是 百香果不是有籽吗 要过滤起来 就是说你把百香果挖出来 把那个这样一直给它过滤 籽就把它去掉 沙袋 沙袋一直 搓那个汁出来 一直揉 对 那不是跟做爱玉很小 对 对 是不是 对 好 好了 开了 开了 然后 来 这样一口气都要去 没关系 对 对 好 OK 这个果汁跟这个粉 有那个比例 有比例 应该是要调到 可以像面团一样 对 对 那就可以揉成这样子 对 就是说如果发觉它太稀就再加粉 对 那就是了不起就是 最多就是了不起就是多做一点 对 对 对 这个非常好 好 好 先开始可以揉成面团了 对 对 再一点 好 好 所以这是热的哦 热热的哦 好 开始要揉了 嗯 这个应该很香吧 对 然后等一下要煮对不对 对 好 我来换锅 哦 这样子吧 揉成一长条 然后就开始切 对 然后 切成一条一条之后 就可以放冷冻库对不对 还有那个 复梨纤维 哦 真的赞耶 自己做的 那如果做的比较多一点 是不是也可以像我们去买的一样 用盒子装起来放冷冻库 我都是这样子 我像我们活动 我都先做一些起来 冰起来 对 活动的时候才再拿出来煮 煮 煮 好 好 清水 这个哦 清水 你要水干嘛 我要洗啊 这个还要洗 我们不是都是直接拿出来 你还要洗哦 对 对 为什么要洗 因为你如果没洗 这里面有粉 有粉 对 煮起来会怎样 搁搁 哦 这是屁股耶 对 所以说 要这个下锅之前 就是赶快用水 把那个表面的粉洗掉 对 不可以先洗哦 先洗就全部黏在一起 对 对 是不是 要煮水滚 水滚 也是要单水滚 单水滚 然后要下锅之前 就用一个清水碗 在旁边稍微 对 稍微弄一下 对 像你刚刚揉的 因为表面粉不多 所以就不用 现在就不用 好漂亮哦 你看那个红都会更红 对 好漂亮哦 开了就好了吗 要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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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浮起来 浮起来就好了 对 好 你看现在这个都透明了 哦 透明那个是原味的 对 好了耶 这个好了就直接捞起来 对 它不需要浸冷水吗 不要不要 浸冷水你就那个 这个火可以关掉 所以热热的没关系 对 你可以加一点糖 直接就加在这个里面了 用糖加进去拌一拌 为什么 较不黏作 我还以为是要甜 原来 就像我们那个煮面捞起来 加油 让它不会黏在一起 原来加糖也不会黏在一起 对 这个就是配方对吧 对 那老板娘 我想要来一碗好不好 好 那我可以先试一下 试一下那个 干的 可以吃干的 好 这样子 干的加什么 这个是 怪花酱 对 这是什么 黑糖 土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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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是这样哦 有 好 我来吃一个百香果的 好甜 好甜哦 很Q 好甜 好甜 还有那个甜汤也可以 然后这个汤的是要加哪里 你要加什么 你要看要加哪一种的 水仔你加 老板水仔你加 好 好 要加钱好不好 好 不要加钱 不用 好 那 这个蚵子 蚵子来一点 这个雪蓮 这么高 雪蓮 来一点 还有花豆 花豆现在没人吃 好 来一点 然后呢 糖水 来一点 这是吃冰的还是吃热的 都可以 都可以 你要吃冰的 吃热的就可以 现在冬天来了 吃热的 好幸福哦 我刚吃的时候 干的比较Q 很奇怪 一加上糖水汤的 它就变软了 它有水混嘛 水混就比较软 好好吃哦 嗯 大家看起来 有没有 有没有好漂亮 有没有 真的叫做 又漂亮 又好吃 安育师姐 哦呀 真正赞哦 水果园 做法是将500cc的果汁 倒入少许的滚水中 搅拌均匀 再与半斤的地瓜粉 拌匀 成为面团 揉成长条形 切成一口大小 入锅之前 以清水洗过 再放入滚水中 约煮三到四分钟 至小果园浮上之后捞起 再拌入少许的糖 就成为水果园 将果园搭配桂花酱 花生粉 就成为一种吃法 果园搭配煮好的花豆 芋头 雪莲 再放入糖水中 就成为甜汤的吃法 像刚才那个甜品真的很好吃 而且吃下去那个糖 糖水不是太甜 但是又很幸福的感觉 那接着下来请问你又要做什么料理呢 我做那个糖醋情人果 糖醋情人果 情人果 情人果很好吃啊 是我自己做的 好赞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糖醋情人果 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糖醋情人果我心里也是在想它应该是甜的嘛 酸酸甜甜甜猩 这个 这是鹼蒂 朝鲜的 烤起得蛮好吃的 真的喔 好特别哦 首先你要教我们做的是什么 猴头菇 有的都是没有洗的 没有洗 哎都会 對 可是 就是買那罐的蒸空包 有調味的 你為什麼要把它洗呢 因為它調的味道 那個料不知道什麼的 我們洗一洗 對 我們比較好身體 對 所以你就一定要把它這樣子 洗乾淨 擠乾 然後拍打一下 對 把它拍打比較嫩 好 了解了 那我們現在好 就拿去炸對不對 對 要再加調味 自己來調味 蠔油 還有那個糖 再加一點油 你試試看 這個我們炸 這個 好 我來的 是要炸 對 一般咬下去硬硬 硬硬的 這個是軟的 好怕怕 好棒 這一步學起來 然後現在這個是材料 對 對 我們也來炒 沒想到我們猴頭菇 真的要這樣處理 對 但是如果是冬天季節性 我們台灣有在種猴頭菇 可以買得到整顆新鮮的 對 那個也是要把它切塊來醃 對 那就也是發覺說 會比較硬一點 那樣子的狀況 也是要照你這樣把它拍一拍 對 拍一拍 好 以後真的多一道手續 味道會不同 這個我們就是這樣子炒 猴頭菇炒彩椒對不對 但是你中間還多放一個 就叫做情人果 對 這個情人果 是不是我們吃蜜餞那種 可是蜜餞那個有加色素 對 比較綠 對 那我們這個沒有加色素 自己做的 這你自己做 對啊 你自己會做 對啊 這個情人果是用那個什麼 酸餞 酸餞 那綠色的 芒果綠色的時候 青芒果 對 青芒果 生的芒果 可是你沒有冷凍的時候 是酸餞 你冷凍過就變成情人果 好酸喔 酸的然後再 再帶甜 再帶甜 因為這個退冰的 好 因為我們那個素食 要弄一點薑 好 嫩薑 這真的 這個情人果 你做的情人果好好吃喔 我們都沒有加 我很少吃這些東西耶 我們這個只有醃 和冰糖下去泡 十斤的那個情人果 三斤冰糖 然後醃多久 醃差不多一天就夠了 可是 一天 嚇的是比較麻煩 嚇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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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切這個糖 切起來麻煩 對 那個功比較麻煩 醃是很快 對 對 我發覺真的 我現在可以理解 為什麼叫他情人果 吃進嘴巴是 但是吃完還想再吃 這個就是人的心情 把一點蠔油 好吃耶 蠔油和冰糖 你有沒有水 水一點 來 放進去 一點點就好 夠嗎 好 好 好 漂亮 這是情人 情人果 情人果 漿 因為泡那個 如果你情人果下去 你一顆一顆 是這樣把它用果汁機打成 漿喔 對 好過癮耶 真的很好吃耶 怎麼辦 你的情人果是這樣放下去炒的喔 對 我發覺幫助消化耶 芒果汁也要放嗎 對 這個是新店做店台攪的 現打的 對 金豆也要 對 你的情人果真的是很好吃 厚頭菇 小百娘你真的很大法 不怕人家吃的 所以它又酸又甜 因為這個顏色沒那麼漂亮 用這個芒果汁下去 下去 提它的顏色 對 好奇妙 而且 而且因為你剛剛有情人果 打出來的那個汁 所以就會讓它那個 都附著在上面 還要怎樣勾芡嗎 對 所以 已經有一點黏黏了 對 好 好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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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講 讓人家用看 絕對看不出來 這個 裡面是放了什麼 對不對 對 現在已經可以吃了嗎 對 那是 先吃蝴蝦菇囉 酸酸的 甜甜的 有沒有情人的味道 比情人的味道好 不錯 不錯 真的是很棒的創意料理 感恩 謝謝你 糖醋情人果 做法是起油鍋 爆香薑片之後 加入素蠔油 冰糖 水 情人果薑 紅黃甜椒 情人果 甜豆 炸過的猴頭菇拌炒 再放入芒果汁 並且以太白粉水勾芡 撒上枸杞拌勻起鍋 就可以了 當你在吃很香的肉的時候 你會想到那個 生肉的那個樣子 就後來就真的不敢吃 瘦了四公斤 瘦了四公斤 但是那個精神體育都很好 雞吃雞吃水 都是素的 我後來我就用一個方法 不到朋友家去用餐 我現在看到師姐 你是真的是氣色很好 很健康 我真的很難想像說 你是曾經有得過鼻咽癌的病人 那是在多久以前的事 民國93年 93年 那那個時候發現的時候 就是要去做什麼樣的治療 電療 放射電療 放射電療 那應該是過程很辛苦了 那可是在那個時候 你已經是一個吃素的人了嗎 差不多一年前 已經開始在吃素 那前一年是什麼樣的因緣 讓你會吃素 因為受症以後 常常聽上年在講 災界是長養慈悲心 那這句話一直在耳朵裡面一直在想 雖然說沒有很堅決的去素食 但是這句話一直放在心裡面 那可能是這樣的原因 後來我去菜市場的時候都會聞到那個味道 有血腥味會怕 會有嘔吐感 覺得很噁心 就會噁心 後來就不敢看 當然那個肉煮熟的還是很香 還是有吃 只是後來慢慢慢慢覺得說 當你在吃很香的肉的時候 你會想到那個生肉的那個樣子 結果後來就真的不敢吃 就不吃了 那那樣子的經過化療這些療程 是需要耗體力的 那家人有沒有跟你說 就暫時為了要補身體 還是先吃荤吧 對 家人有這樣提議 我當時說 這個前世音金事國 我一個人的生命早就有定數 業力現前了 我不能再殺生 但是我這個練頭 所以我說我還是繼續吃 堅持如數 對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有很多的人幫你的忙 對不對 對喔 在這個過程 真的有宴就有利喔 因為我到花蓮 我們到花蓮醫院去 雖然說他們沒有辦法 每天在那邊照顧我的家人 只有假日去 但是真的很感恩喔 我們那裡有師兄師姐 都會幫我的忙 怎麼幫 因為我在治療期間都吃不下去 因為口整個都乾了 沒味覺 對 那我們剛好對面有一位師姐 做素食的料理 那我就過去跟她 把我情形跟她講 我說請師姐你不能幫我熬什麼 蔬菜湯什麼 那師姐真的很發心 她說沒問題 我每天中午 每個中午 十一點半 你請志工過來 我都跟你熬好了 可是那這樣子的整個療程下來 你好像沒有說受到什麼影響喔 我受了四公斤 只受了四公斤 但是那個精神體育都很好 所以說你看 這個就是 除了大家的愛心 跟這個 這麼蔬菜的這些有機蔬菜的能量 還有加上你自己的正面 所以就熬過了這段這個艱苦的這個療程 對不對 對 那可是這個過程平良心講真的很辛苦耶 哇這份堅定的力量喔 對 就支持著你更堅定 更堅定 好就算是親戚朋友有一句話 引誘你吃素的話 叫做什麼 那是面對這樣子的一個無名的話 那真的是他很盛情啦 但是我回來我開始後悔啦 我後來我就用一個方法 我不到朋友家去用餐 其實也就是慢慢的去調整 不要造成他的困擾 不要去誘惑 是是是是 所以說我們不要顛倒是非對不對 不過呢 你的這一份堅定的正念 真的讓我們很敬佩 也給你帶來了健康的身體了 好 感恩 感恩師姐 感恩 感恩